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主持杯 大家好 有位同修在網路上來問說 他身體不舒服 就一直查不到原因 那久病不異的這種情況已經30年了 那這種情況是不是卡到陰 這種久病不異的狀況是不是卡到陰 那要怎麼辦呢 顧問的回答是這樣子的 如果你到醫院一直檢查 查不出原因 可是好像就是有不舒服 毛病都沒有改善 那一拖再拖 拖了好幾人 已經妨礙到自己的生活 的一種步調 不舒服 那你就應該要開始懷疑 那是不是除了生病 這種生理或者心理的意外 那是不是卡陰 人有身心靈 身就是身體 那身體的醫生找不到原因 在心裡看看自己的思想怎麼樣 會不會太緊張 或者生活的一個規律 造成心理的精神上面的一種問題 心又沒有問題 那當然就是靈 所以講顧問常常講 我們有三魂 有生魂、結魂、靈魂 那生魂就是身體 那結魂就是我們的大腦 這是我們的心智 就智慧、思想 那再來就是靈魂 那個靈魂是不是最重要的 它影響會很無形的而且很大 那是不是因為靈出了問題 那就是說是不是卡到陰了、卡住了 所以一般人就會比較緊張 是不是卡到陰了 所以有這種狀況 查原因、查身體查不出來 也查不出原因 那顧問的人就建議 可能的話最好到可信賴 而主得信賴的一些有在辦事 或是問事的一個宮廟去看看 去看看 那當然要找到主得信賴的 那像我們馬祖的信徒 我們平常都會皈依馬祖 會到某個廟裡面去 然後我們會練馬祖當媽媽 會當為我們的主神 為我們做主的神 那我們來歸於馬祖的三寶 活、化、神 所以我們有歸於哪裡的馬祖 常會去拜祂 常到宮廟去拜祂 當然我們會去讀 他的天上聖母經 他的教義或是他的禁教 在廟裡面看那些壁畫 寫在牆壁上的一些教義的一些語言、文詞 接受這個廟裡面的師父 或是工作童年或長輩的教導 然後我們會去寶貝、求簽 親起墨相 練馬祖當媽媽 然後親起墨相寶貝、求簽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問馬祖 像有這個毛病 他去檢查都檢查不出來 那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 來請馬祖做一個指示 那有問題我們可以請旁邊的工作童年 來寫字 寫字 他也是一個方法 你到宮廟去問 那如果你是其他宗教 像天主教、基督教 你有神物、牧師可以請教 問問他們的意見 問他們的意見 那你就可以得到答案 只要你有心 你有歸於某個宗教 在一個宗教當中 一定可以找到解決靈的 靈性方面的問題 你真的有考到陰 或是說怪怪的 那一起是祖先來討報 或是上一輩子的恩親代子來討報 還有某種的原因 那你到大廟 或是一些正統的宮廟 有在論經的 那有師父在講道的 這些師父生 這些神活 他有他的天上聖母經的法 經典的法 活法生 你都可以去請教 都可以請教 查他的一些典故 他的法 他的經典上 他就會告訴你 遇到這個事 要怎麼樣處理 就天上聖母經 都會叫我們 我們 馬祖當幫我們 當孩子 赤子 那我們就來練他當媽媽 那我們就來禱告 那再接下來 就清起末相 就可以擲筆 求簽 跟他溝通 然後馬祖會教我們 趕快歸一 某種團體 某個團體 來為馬祖孝勞 都做一些善事 都讀一點經典 然後你有遇到困難 就祷告 祷請馬祖幫忙 他就幫我們截爛 不然就是 成為敬信男女 春秋二季都要拜拜 要去靜香鬧靜 對不對 那 要拜拜 禪長拜拜 禪長練經 然後真正的修十三略 十三略 不貪爭吃 不餓口 不妄疑 不良舌 不起眼 不殺到癮 你把十三略修得很好 變盡性難你 馬祖隨時在你身邊 你就要禱告 馬祖婆 我這個毛病 這個身體不適無 請他變成正常 讓我健健康康的 讓我有能力去度化別人 幫助別人 我幫你弘經 弘揚這個經典 我幫你救世記名 護國筆名 你可以禱告 馬祖這位讓你 讓你所有的願望 都可以恕福給你 心想恕成 就可以解決 所以你就有心 在宗教上面 去皈依宗教 真正的修 哪個宗教都可以 你就會解決靈的問題 就解決這種卡因的問題 只要你有心 當然最怕的是說真的卡因了 你不只是靈魂出問題 那你的心智大腦思考也 觀念也出了問題 然後身體也出了問題 那時候你就很難去找到宗教 真的真誠的千層的三歸一 就恐怕就很難找到原因 也很難刺理了 所以當你現在有毛病 三十年的 來問顧問 是不是卡道因 只要你有心 看你過於哪一種宗教 在哪個宗教裡面的宮廟 教堂 那請這些師父 神父 牧師 這些有經驗的人 都可以指導你 那你真正找一個正信 有理論基詞 有經典基詞 值得相信的 活化身的宗教 就正教 我相信你的問題 一定可以找到原因 找到處理的方法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祈祝悲 謝謝大家